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考古队 组织上应该有记录 那个年代 参与这种项目都要深加清白 我就想是否能在长沙的老档案里寻找到线索呢 至少能找到他的组织关系 进而找到一两个认识他的人 或者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于是准备往这方面入手 不过城市档案馆 特别是人事档案是保密的 老档案更是没红头文件拿不出来 这支考古队是八十年代初期组建 还出了事情 很可能属于保密的范畴 要看到没有那么容易啊 要找档案 最好的办法 是从当年派出考古队的研究所下手 到现在不过隔了二十多年 说实话还不算太长时间 档案应该还在 我并不知道具体是长沙哪个研究所 不过那时候 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名物 和考古有关的研究所 可能只有一个 当时大部分都是学生 那么很有可能 又是大学里的单位 应该不难查证 几番的查找 果然如我所料 确实有一个老研究所的情况 和我想的一样 研究所已经合并了 旧址就在一所著名大学的校园里 那大学即将搬迁 我过去看的时候 外面一溜全是大大的差字 地皮估计已经卖给房地产公司了 要是再晚来几个月 可能只能看到一片平地了 这就算是有了线索 研究所合并 那么档案可能合并到新的研究所里去了 也有很大的可能 还留在大学的档案室 机关单位我很了解 我不是很相信 二十多年前的档案 还会有人上心 不过这事还不好打听 我脱了关系 在三叔的老关系里 绕了几个弯 找到了一个在研究所里工作的人 那主姓杜 名字很有意思 叫杜鹃山 我送了两条中华烟 问明情况 他就说 办公都换地方了 但是档案都在学校里 研究所和大学 还有裙带关系 他们很多人呢 都是大学里的讲师 我要想看 他可以带我进去 除了门口不方便 里面还是比较宽松的 不过老档案很难查 叫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闲话不多说吧 那一晚我就去了 这大学的老楼 看得出是以前医院改的 老档案的档案室 在大礼堂的地下一楼 有百来平方米 简直是个仓库 没费多少功夫 我和杜鹃山 顺着低矮狭窄的楼道就下去 下面灯都没有 一片漆黑 用手电一照 里面全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架子 上面都是牛皮纸包的 档案带 厚的 薄的 完整的 破的 横放的 树放的 大部分上面都是一层灰 闻起来一股指头受潮的味道 杜鹃山告诉我 杜鹃山告诉我 经常用的 1995年之后的档案 已经全部都搬走了 剩下的都是长年累月不会动的 估计到要销毁的时候 也没人翻这些 我看着这情形 感觉阴森森的 不过这正好 八月的长沙 气温颇高 晚上会感觉凉爽气 加上这一阴 凉丝丝的 让人感觉很舒服 我咬着手电 扇着扇子 在一个个老木头架子 前面细细的翻着 说起来 我知道清华大学 有一个图书馆理系 当时感觉奇怪 图书馆理 还有什么好学的吗 看到这档案室的规模 我这才明白 能管理这些东西的人 那也叫天才 看这些书下 普通人肯定眼睛发黑呀 这还只是一个 研究所的单位档案室 要是国家档案馆 上照的文件量 那得多少人 去处理才能玩得转呢 杜鹃山怕我闯祸 害他 一直在边上看着 帮我一起找 他问我一些细节的问题 好帮我过滤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中国的档案制度很完善 只要按照一定的规律 只要文件在 肯定能找出来 可惜我现在好比乌头苍蝇 只知道大概的年份 连那考古队的编号都不知道 只能每一份都翻一翻 找了半天 一无所获 我的想法 是按照年份 找 这里所有的档案 都按照年份 案内的排序 那么 只要在1980年 到1985年间 寻找到 相像的考察档案 就能从里面 得到参加者的信息 长沙 地处 处地 虽然考古活动相对的比较多 但是绝对数量 也没有多少 一个架子 就摆满了 但翻完了五年间的档案 我没有在其中看到 任何和广西考古 有关的文件袋 我心说奇怪呀 问杜鹃山 其他地方还有吗 他摇了摇头 说这里没有了 那基本上 就是真没有了 除非 这档案 在机密档案室里 那就不放在 这个地方了 再不然 就是被特别销毁了 我心说 也不太可能吧 这考古 就算是什么机密 也没有机密到 哪种地步的道理呀 他安慰我 说 这是常有的事情 也许像你说的 那考古队之后失踪了 这算是大事吧 也许为了保密 把档案处理掉了 我们把档案袋 白整齐了 心中有些郁闷 不过 也早预料到 事情没有这么容易 性性性地走出档案室 一边为我白花了两条烟 可惜 一边想接下去怎么办 如果这条路也行不通 那真的如孟游平所说的 他完全是一个和这个世界 没有交集的人 这时候 我忽然看到 面前的楼梯间 还有继续往下的楼梯 似乎 这档案馆 地下还有一层 不过楼梯口 有一道铁门 上面 锁着一条很粗的 生锈的铁链 在门边上 还贴着不知道 什么年代的风鸟 我说 这下面 是什么地方 这是五十年代 以前的档案室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怕造反派滋事 就锁住了 三十多年 都没人开过这个门了 真的吗 我拿手电去照 清晰地照出 那铁锈的锁链 已经被人剪断 只是挂在上面 装装样子 如果不仔细看 还真不容易发觉 铁链断开 生了一层老袖 链条上 全是蜘蛛网 显然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杜鹃山也很惊讶 诶 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没事 这只是意味着你说错了 有人在三十年里啊 进去过 我说着 透过铁门的炸来 用手电往下面照了照 楼梯上堆了杂物 胡一辰 就更不用说了 一股陈年旧味传上来 诶 我说 你不会想下去吧 这里头多脏啊 我也在犹豫 是否有下去的必要 这好像和我来这里的目的 毫无关系 铁链开着 可能有一百万种理由 甚至可能压根这铁链呢 就没锁上过 可就算有无比离奇的理由 有关我屁事 想着就放弃了 正准备离开 条件反射下 手电光一甩 就照到了门边的封条了 可能是我做踏板留下的后遗症吧 我看到了毛笔字 总要去看一眼 也可能是这封条的位置有点古怪 太低 有点眨眼 下意识的 我就去看了一下 这一看之下 我就愣住了 因为我发现 老旧的封条 牢牢的贴在门上 并没有断开 奇怪呀 我说你看 看样子 对封条是后来贴上去的 杜鹃山凑过去一看 也觉得奇怪 这怎么会死清啊 可能是锁里 发现这铁链条被剪断了 所以贴了封条上去 那就更怪了 为什么不重新搞个铁链锁上呢 封条有什么用呢 说着 我去照封条上的字 铁链都搞开了的人 会害怕封条吗 哎呀 这里面又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也许他们觉得里面的东西的价值 还不如买一条铁链呢 我觉得有点好笑 哎呀 有道理啊 有一个道理 其实拥有东西 并不意味着拥有这些东西的价值 这些老荡案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不仅没有价值 而且可能处理他们还需要很多的资金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们还躺在这里的原因 封条上面的字是 1990年7月6日 某某大学考古研究所封 我是做他本的 对笔记很有直觉 封条上的那几个毛笔字 写得不错 这首书法肯定是模仿一个比较常见的书法家 因为我感觉非常的眼熟 看上面的日期 上封条 应该是1990年的事情 那时候文锦已经失踪了 这事应该和他们没关系 我心里叹到 德 期望完全破灭 回去 从头再来的 于是招呼杜鹃山开路 他也不想在这里待多久 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听到我说走 他就松了口气 我们两个原路出去 一切顺利 文明世界比古墓轻松多了 我是一点也不紧张 就算被人看到了又如何呢 来一百个警卫也没棕子狠呢 回到宾馆 我心里很不自在 这么一来 其实我眼前的路窄了很多呀 如果档案都查不到任何线索 那还有什么方面可以去琢磨呢 想着 有点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没有档案呢 难道真如杜鹃山说的那样 那可能性其实不大呀 事实上 如果西医沙的事情发生过 档案肯定在那里 那些档案并不是一个袋子就能装完的 如果要销毁 可能半排档案架都会搬空的 但是那些档案塞得很密实 不像是被人抽调过的样子 我想着 忽然想到 也许我的先入为主就错了 考古队里有学生 也有可能并不和大学有关系 这些学生也有可能是工作了的实习生 那么也许文锦所在的并不是这个研究所 想到这个我心里好受多了 重新打开电脑 开始找合并之前 其他研究所的资料 并一一的抄下来 准备明天继续找人问 反正老子有的是时间 不如一个一个的查过来 免得留遗憾 抄完之后 我躺在床上过滤了一遍 心思接下来是怎么一个过程 这些单位有的严有的松 得从最简单的开始干 看着我抄的信息 忽然感觉有点不太舒服 好像这本子上的信息 哪里有点让我在意 我仔细地辨认 发现是其中反复出现的研究所 这三个字 让我总好像 有点什么感觉 仔细去想 又没头绪 难道是犯强迫症了 我笑了一下 忽然间浑身一震 那个风条 就从我脑海里闪过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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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条上某某大学 考古研究所 我靠 我猛然醒悟 为什么刚才会看那风条上的字 那么眼熟呢 那他娘的竟然 是我自己的笔迫啊 狗似的 我头皮都扎了起来 浑身都发抖了起来 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 1990年 长沙 一所大学里的 风条上 竟然有 我的笔迹 不对吧 肯定是我 看错了 我心想 不可能会发生 这种事情啊 但心里又很明白 我对笔迹的直觉 那是几万个 他本看下来的 职业本能啊 绝对不会骗人的 那就是巧合 我学的是兽金体 也许那人也学的这个字体 在神韵上 有点相似 我拍着脑门 给这事找了一百个理由 好比男人在出轨之后 想借口为自己圆谎一样 想到最后 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知道这些借口 绝对骗不了自己的 我看了看手表 已经半夜了 这时候 再叫杜鹃山出来 已经不现实了 但是我今天晚上 绝技睡不着了 反正那门 在档案室外面 不用钥匙 就能看到 于是我收拾了一下 拉上王蒙 再次出发 去了那个大学 去看看究竟 打了低 过去 没杜鹃山的工作证 门卫不让我进去 读过大学的人 这点事情 不会处理不了的 回头去边上的小卖店 买了包中华 很轻松的混了进去 一路凭着记忆 回到了学校的旧礼堂 整个学校 灯全没了 只有路灯照明 周围黑得要命 然而我心急如火 根本就没有在意 一路到了地下的档案室 直接就去看 封条任赋 封条自然没跑 就在那 我的心脏狂跳 好像要看女澡堂子似的 急忙用手电照去 1990年7月6日 某某大学考古研究所 这一次我看得清晰 脑子里也清楚 每一笔每一话都看清楚 看着看着 冷汗就从我的脸颊滚落下来 真的是我的笔迹啊 我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几乎就要崩溃了 普通人只要间隔时间 不是太长 都能认出自己的笔迹啊 不要说我是干哪一行的 这绝对就是我的笔迹 不可能有任何借口的 1990年我是几岁呢 13 15 那时候我知道兽金体吗 他娘的可能连兽猴体 我都不知道啊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对于我 一切都结束了 但对于你来说 其实什么都没有开始 三叔的话在我耳边响起 那种久违了的头痛欲裂的感觉 又开始在我脑海里盘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 想驱散这些东西 脑子里开始重组这些片段 以前的经验告诉我 这时候郁闷一点也没有用 而且一旦烦躁起来很难平复 必须在烦躁之前就冷静下来 我又想起了文锦寄出的录像带中 有一个非常形似我的人 在格尔木的疗养院里 攀爬 再次延下 Ryu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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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